- 欢迎来到交涉年场 Pastatephoto.hk 最近全城最红的大C同款26mm 2.8 饼干镜 真的很薄 和手柄一样厚 不过用起来都很大声 我知道有时就在很吵的街上 你就不觉得它大声 外因斯坦华 所有东西都是相对的 我可以很公平地说 它是相对贵的 在我心目中看它的外观来说相对的胶 第一手感觉是什么 很细枝 我们会第一时间拆了遮光罩 我认为这个不是遮光罩 是保护装置 保护镜头凸出来对焦 拆了这个罩 就会是真的很细枝 这个不是遮光罩 这个是遮丑罩 很丑吗 都不是 多薄多漂亮 不用说 它已经伸出来 为什么它会自己伸出来 而且伸出来的时候 都是有一种廉价的 膠感 就是摩打感 你用开Canon的人最熟悉的了 是啊 51.8 是啊 那支便宜的镜头我经常都按下去 就 把眼睛就收起来 不是 不是啊 去到后期那些不会的 不会的 有哪个没试过 那支51.8 差不多 个个都坏的 老老实实 大家对于这支镜头的感觉是怎么样 就是很细枝 但是它对焦的时候有些齿轮声 就会有一些怀旧的感觉 因为我们用了些没有齿轮的镜头 很多年了 突然间有些齿轮声 就有怀旧的感觉 这种对焦系统叫什么 不是啊 step power motor 很久没听过了 真的是高科技来的 那支镜九几年就有摩打 就是齿轮声 所以这支是一支RATCHO镜 就是潮流就轻復古 其实说真的 加上个Hood 就比较好一点 它不出来 是否防止撞到镜头 刚刚说了遮臭罩 哦 这样 这支镜头就会由外扁招 变成内扁招 其实真的是大Q 那它伸出来的时候 那个噪音都挺大 大家不妨听听 是 让我们听一下它的声音 伸出来来说 真的见仁见智 真是一般 很熟悉的感觉 这些新出新入的镜头 其实大家都不是没试过的 即使用过那些廉价镜头的话 喂 还有呢 我们不知道在哪个网站 那里找到一些照片 对 找到一些照片 不知道哪个那么衰仔 打开一支镜头 喂 真的很流 就是两个是给Signal的 电路板 然后就一个摩打 那又不可以一概而论 通常一些可以大量製作的镜头 里面的设计通常都是简单一些 而且是一个个模组製造的时候 那是性价比 不是 你对于厂科的新生成本就再低一些 就是作为NICON打手的我们 这次要打不下手 如果说这支镜头要赚呢 就真的对不住自己了 搞不定 我刚才发现一种东西的 那美金价呢 好像便宜一点 便宜五个港元嘛 是啊 那其实买回美金价 那会不会好些啊 三千九 上面那块它觉得值五个 是啊 其实很多人喜欢这块东西的 你不见有些KOL做这块东西 送给朋友吗 很漂亮啊 我觉得我可以给NICON一个设计 就是 其实NICON你镜片那么厉害呢 你又给了一个可以安装UV的HOOD呢 那为什么不送UV呢 是啊 那开心会多 是啊 那就可以用另一个物质袋 来包住里面的物质袋 整天脱掉那个遮掃罩 我开始感觉到它加上的clitch 它开始会合适的 而且它本身是一支 就是内边焦镜头 加上这个遮掃罩就 长了 就不是饼镜了 是啊 那其实它本身不是一支饼镜 是一支内边焦镜头 那概念呢 其实就和这支一样 60mm 2X Marco 通常这一种设计就是 Marco 的设计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是吧 最近 最远 对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设计呢 Marco 其实就是不想它入层 以及保护到它来行程 那如果它这个开合的设计成功的话 那我们可以出两个版本 这个是两倍距离 可以两倍放大 这样就一倍放大 其实这条路不是没有想过 是啊 Nightar Z90就是想过 是啊 是啊 但是只不过就是说 很多人用这些镜的时候 我想 用Marco 除了拍珠宝手标之外 亦都大多数人 是拿去拍花鳥虫鱼的 就是户外 所以其实就是防震防水 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所以它就完全密封了 就是Marco前面 是有Mikrylta 这个是防摩的 镜片 是啊 因为它完全密实 密封的 就是整组镜片移动的 就不会通过 但是牺牲一些电子东西 它这个设计 模仪是很聪明的 就是在成本控制上 这支镜真的值得 是 应该是用IF award 因为生产方面是很好的 是很聪明的 所以如果 公平地说 这支镜 完全是Canon的质素 嗯 就是说是16mm 那类型的质素 那当然 这样说就不公平了 因为它的MTF curve 就不一样 是啊 讲起了MTF curve 官方也有些比较 那这支镜 最直线的比较 就是28mm 那大部分人 就这样试的时候 都会觉得 这支光的质素 好一点 因为中焦的地方 铃一点 是的 这个位置 就牵涉到 这支镜不铃的迷思 是的 其实中焦的位置铃 是理论上 这支镜也是 那为什么要看MTF curve 不是只看中焦的地方 而是看中焦的地方 平面的其他位置 是的 是不是同样地中焦 这支镜是有些古惑的 你说它铃一点 对 你说它没那么铃 又对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就是说 在这幅图里面 26mm和28mm比较 在镜头正中间的位置 它的确是贴着顶的 是没有夸张的 是没有夸张的 但是 将MTF慢慢去了解 就是说 由镜头正中间 向到镜头的外周围 慢慢延伸的时候 它的跌幅 是比G28mm的 跌幅快一点 是的 其实这些是饼镜的通病 是的 所有的饼镜都是中间铃的 除了它的解像度是在跌 之外 因为这些这么细的镜 它要做到焦平面 要好平的话 那些是Marco镜 但是Wirelinggo 更加难做到这件事 所以其实这支镜 我觉得是一支挺好的镜头 而且挺轻 样子也挺漂亮 而且它生产成本 可以做到这么低 我觉得是值得赞扬的 但是既然生产成本 做到这么低 为什么要买4000多元 就是 是的 如果Canon 这支镜 赚到笑 我想它买2000元 也会赚到笑 有些钱给郑中基 是吗 不是 和它同款那一部 是七够 美金定价全球 不关郑中基 是的 美金定价 应该是 价钱都可以 三千九 就是郑中基 手中的基 就是郑中基 是 林大师手中的镜 林中镜 林中镜 是的 我现在开始 想把我们一直 放在Canon 那把尺 放在Nikon上面 没有卖不出来的镜 和没有性价比不够高的镜 只是它不够便宜 维护那种东西 质素那种东西 我看回图 其实我刚才不断试边角位 我很喜欢留意 彎上边角位 它的Quality 不是因为跌 是焦平面以外 所以跌 它旁边 focus on 的话 是Subless 足够有Testure 所以不是边角 差Quality的问题 是焦平面不一致 指标不一致 即是你赖它是Wine Angle 即是你拍一个风景 是的 一个Building 完全可以的 刚才我们这麽近的情况 问题会大些 这个情况 正正就是 在我们7.5mm 鱼眼才会发生 但是鱼眼 你不会执着边角的 对 只要中间的东西 即是它是一样情况 但是它是一枝26 是 它不是那麽弱的 是的 很多人觉得很弱的 那我们这枝14是什麽 是的 那我们这枝14是什麽 那我们这枝14是什麽大枝 但是我们那枝14是什麽大枝 是的 但不可以有比较 是什麽大枝 但是价钱 是应该有比较的 我觉得这枝镜是应该买2000元的 真的坦白说 很多人呢 不会介意那个价钱 只会介意那个体积 我拿到一枝14是镜头 那枝那么大枝那么重 便宜的 我也不会拿到一枝了 乖了乖了 那我们今晚都买得太尽 等我又做一下goodboy 那其实这枝镜呢 不是它贵 是因为Nikon的机身 真的买得太便宜 你手上这部Z5 是的 真的好离谱 我刚才一直以为Z7II 或者Z7 是的 不用说 唯一不同就是转盘 是的 整个body的shake是差不多 但是插下去 没有分别 没有便宜机 作为一部full frame的入门机 手感又专业 转盘又齐 是的 方便 基本上和贵机的操作是一模一样 这个就是Nikon的好处还是坏处呢 当然好处 那这枝镜就卖4000多元 这部机卖多少钱呢 7600 7600 哇 只有2000多元 就可以买到 哇 那这个套装就便宜了 因为这部机 如果你买40mm 或者28mm 就不过一万 真的不过一万 哇 在说full frame 因为这次我令到 觉得这部机很大 是的 还有那部很帥的ZLC 都说很便宜了 现在多少钱 5000多元 哈哈哈 就是加几个水可以买这部机 那你说Nikon的机身 是不是很划算 是啊 它是不是买回合价格 那支镜 我想说支镜 在不断地对焦呢 突然间令到我觉得 那部机很canon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